Dee哥你好,很久沒見,很厲害,收視率好像創新低,竟然是這樣,那個view數,我都沒有留意,只是有一兩百人 我也不肯定,多過一兩百人,不過也不排除有些人看了幾次 那那些真是粉絲,很有心看多幾次 不要緊,有一個這樣的粉絲我們都會繼續做下去 我也忘了,上一次我們說什麼,沒有人看 上一次,上一次說什麼,這一下真的想不起來,上一次 土耳其?不是,是不是土耳其? 特洛伊,特洛伊,大家對河馬沒有興趣 馬屠城,河馬,說真的河馬可能有興趣 你有沒有聽過有一個南美洲有一個毒梟,買了幾隻河馬,養在自己家 然後,好像是否委內瑞還是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哥倫比亞 然後那些河馬不斷繁殖 那毒梟現在已經被捕了,他的房子又沒有了 但那條河裡,哥倫比亞無端端有很多河馬 非洲的河馬,就搞到生態災難 影響生態 真的河馬那些,可能大家講過那些有興趣 挺好笑 我記得有一個養獅子來拍戲的人,養得太多 搞到整個島都是獅子老虎豹那些 好吵架 我忘記了前回看一條這樣的影片 是喜歡看這些古怪的東西 所以Youtube的algorithm也是給你這些東西看 其實我本身就不看的 我就不知道機構哪個人就看了這些古怪 同一個IP 搞到出了這些東西,你忍不住就按 誰自己做這些東西,自己在下面留言舉手 剛好我們機構有個老師就叫做河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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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是獅子的獅子 我們不說名字,不開名字 聖經中的動物 有趣,最近學校功課都頗忙 因為之前去了土耳其,所以要聚乏全部的功課 所以沒有機會錄影 上個星期有一個在加拿大朋友來探望我們 所以陪他出去走兩三天 很開心 我看見是年輕人的樣子 跟我差不多 難怪這麼年輕 帶了他去紐約的Metro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法國很棒 我看見你很開心 走不完的 博物館很恐怖 大過大英 我去過大英 所以結論是他大過大英 神經病 但他超多 問物多到要去幾次 慢慢看 很開心 聽到也開心 另外做了很有趣的事 去了紐約其中一個最有名的猶太會堂 770號Eastern Parkway 770號 就是下巴的猶太人會堂 有沒有聽過下巴? 有呀 下次講一下 他們都挺有趣的 我挺喜歡他們的頭 下巴有尼賽亞的嘛 對 就是尼賽亞的 下次講一下 下次講一下 有機會詳細分享一下 挺有趣的 因為他們以色列團回來的時候都說 他們說 我們在以色列 看到有個白白的 那個圖片有個白白的 然後我說 那個很厲害 很多時候過紅綠燈的時候 貼了一個後面的紅綠燈 是無處不在的 很厲害 所以長期都看著你做什麼 好 下次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想講一下這個考古新聞 這個不是什麼新聞 不過是一些最新近的和考古有關的科學研究 我覺得是混合了高科技 最新的高科技和考古在一起 那是什麼呢? 它的名字叫Scroll Prize 叫Vesuvius Challenge Vesuvius 可能大家聽過就是維蘇威火山 維蘇威火山其實就是在意大利南部 最有名的是蓬佩這個城市被火山爆破的時候 在1979年也取得了 除了蓬佩之外 其實旁邊是一個小小小鎮 叫Herculeanium-赫富蘭尼姆 赫富蘭尼姆 裡面有一間大豪宅 這間豪宅相信曾經是海撒遊流的外府 這間屋裏有一個圖書館,有1800卷的葡草紙的卷軸,寫滿了東西 但在火山爆發,這裏正式不是真的被熔岩拋住,是火山灰和很熱的空氣,幾樣夾起來 慢慢拋住的時候,葡草卷變成碳,一滾碳,滾下去就會看到有一點貌似,我覺得像那些海參 你又看得不錯,我覺得像糞便,好像像樹根一樣 還是別的根?不知道,那些媽根,牛媽根 話說,這本來是寫滿文字的卷軸 現在學者有一個挑戰,就是哪一個團隊可以研發一些方法去 detect 就是量度到那個卷軸上面有的字,量度一些字,就是找到一些字出來,就有獎金給他 最初其實是很厲害的,我覺得很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叫做Dr.Bren Seals,還有他的團隊,就是肯塔基大學 他們嘗試用一個方法,就是他們叫做Virtual Unwrapping 就是不用打開卷軸的時候,去看到卷軸是什麼 你看到下面這一卷軸,就是他們之前試的一卷,是羊皮卷 上面用墨水寫了一些字,在希伯萊文字 他們就用很高科技的3D scanner,就 scan 了整卷軸 然後用電腦的一個模式去量度每一個 point 有墨水的地方 量度完之後,就用電腦的方式去把它攤平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這些位置有墨水,這些位置沒有墨水 可以detect 出來,就可以看到上面的字 但是他說,科技能做到,跟下面的卷軸有什麼困難,在哪裡呢 難的地方,原來是這個克庫蘭尼姆的葡草卷 問題就是墨水和物料本身是一樣的 兩樣都是植物本質的物料 而遇到高溫之後,大家都變成了碳 其實基本上,如果你用物理學的角度 量度整個東西就是碳,沒有東西 就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他們用很高科技的3D scan 和X-ray 配合在一起 他們就可以做到每一個四至八個nanometer的resolution 就是說每一個point都差不多scan了出來 然後他們就用一個電腦的algorithm 就可以去scan到每一個位置,哪裏有墨水,哪裏沒有墨水 他們暫時只是做到一小小塊 我覺得這方面不單止是科學 是跟電腦的programming很有關的研究 所以現在你眼前看到這個project 是美國矽谷一些很有錢的科技公司 去support這個project 就是做一個比賽出來 就說誰最快可以讀到四段文字呢 就有70萬美金 你可以錄下一點也很有趣 他說肉眼是完全看不到有字的 好像再錄一些 這張也看到有字 這張有印 這張也看到這些字 你看這個challenge overview 左邊那個 overview overview 我記得看過 有一頁很誇張的 他說他們在scanner底下 其實是這樣的 對 他這裏看不到東西但他已經scan了 對 他就告訴你那個algorithm會量 就是這個pointA有墨,pointB沒有墨 嗯 難道是incdetection 我忘記了誰 他們自己弄了一卷出來 把它變成碳 然後給一些寫program 這個就是整卷檢查出來 一個平面的圖案 好厲害的 其實為什麼要搞這麼多東西呢 他們很希望讀到 其實這個 赫庫蘭尼姆的圖書館1800卷 的文獻有很多可能是我們現時 即是在學術裏面 沒有 即是歷史保存不到的一些文獻 是 譬如我們聖經裏面有時候都會有提 有些什麼書 你有沒有聽過 譬如在 在《獵王記》 他有時候在歷代誌裡面會說 是猶太猶大的《獵王記》的故事 那本書現在又沒有了 那在哪裡呢 這些loss books 我們叫做遺失了的書卷 那這些1800卷裡面 很有機會有很多 所以如果能夠讀到上面的文字 對我們明白古代歷史 學術的研究 各樣都有很多的 benefit 到時真的賣什麼都不行 不行 不行 很厲害 一直都聽那些什麼什麼書 即是聖經裏面有提的 什麼什麼的紀錄書 但那些是完全不知道去哪裡 我之前都問過你 如果是某一些是在這些圖書館裡面 那就真的 都很討論 我覺得跟聖經就未必有這麼大的關係 不過呢 都可以肯定很多古代希臘的哲學 可能荷馬以外的其他史詩 這幾張圖 這裡 他告訴你見到文字 這個印 對這個印 都不知道看到什麼 人眼 我想是就算經過了scanner 人眼都看不到 即是讓你看到實物 他不是這樣放大給你看 你也不知道 傻的嗎 對一粒字母 按下這個才厲害 這個我看了很久 那個X我看了很久 咦 又好像真的看到 怎麼搞錯 我看不到 驗眼 驗眼 驗眼都不行 驗眼都不行 不用驗 這個 這句D.I.A 這個真的厲害 專家會不會有機會參加這些project 我覺得完全不是我認識的東西 對我來說 現在看著大部分都是科學 科學 對 跟電腦programming很有連繫 反而跟考古歷史 真的未必是那樣 它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發生 它這樣把那些蒲草紙炭化出來 然後維持到現在 已經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 最厲害的是我們現在距離可以閱讀到裡面的文字 這個科技是在說幾年 這個科技繼續發展幾年後 基本上可以讀到的 所以就很期待 是的 真的 這個要繼續更新 如果大家聽眾 各位電影節目有興趣的都可以參與 可以下載下來試試 它有一個檔案可以下載 4-8nm的檔案是可以下載的 但我發現只要下載的檔案要39TB 這個4.7TB 這是8nm 有一個更大的檔案是3.7TB 4.7TB 都多啊 真的不是很少 只有兩卷 你試一下下載 沒有啊 上網死了 立刻錄不到東西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我自己覺得是很特別的 高科技遇上考古 可能用check GDP告訴他 已經是了 可以幫我detect哪裏有墨水哪裏沒有墨水 或者可以讀整卷東西給我聽 然後他就已經讀給你了 蛤?床前明月光? 蛤? 猜不到 原來二千年前都是看唐詩 好奇怪嗎? 天下武功出少林 少林在哪裏? 都是假問的 我國 都是我國的 偉大要我的國 正如常常都說 這個伊甸在哪裏? 真是很棒 真是很棒 沒錯 廢話少說 下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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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早幾個星期之前 還是早一兩個月之前 是不是因為你提過米吉多 是啊 其實上一段影片 我們講特洛伊的時候 我提過 那次偷看到 以色列團 他們去到米吉多的時候 Steve教授他怎樣教 那我就覺得很驚嘆 這樣就差 所以我們今天就 就講米吉多 就講米吉多 好 有什麼這麼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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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好 那現在 米吉多 不如我們先看看地圖 讓大家知道米吉多在哪裏 看看地圖 地圖就是你的功課 沒錯 找不及就拿一些功課出來 對了 這一幅就是一幅很好的以色列地圖 你會留意到 跟我們平時看的地圖不同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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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平時看的地圖 北面就是在上面 噢 這幅地圖有什麼不同 這是沿海來的 這幅地圖有什麼不同 就是東面在上面 對 納加沙在這裏 你現在把你的頭 090度 向左 對 向左090度 你就會發現整件事很適合 但是為什麼這個地圖 會這樣畫法呢? 原因很簡單 就是跟著古代人的思維 方式去畫這個世界 以前的人看到太陽從東方升起 從西方下山 他們所有東西都是望向東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例如埃及的神話 埃及的神話 裡面都會說 太陽神在東邊的時候 每晚就翻生 在西邊就死 所以在埃及尼羅河 死了的時候的人 全部都葬在河的西岸 所以這幅地圖 把東面放在上面 就像古代人去明白這個世界的圖畫 英文我們有句說話 講話你的人的方向 或者指向 英文的字叫做orientation 你有聽過嗎? 譬如新進一間學校 學校教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就是指向對方向的指示 但是orient這個字 其實是指向東面 所以orientation 其實就是 把你的面指向東面 指向東面 又不是指向你一路向另一邊 所以一路向東的相反方向 就是叫你去死 歸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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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下這個地圖 米吉多 米吉多在哪裏? 米吉多在我們這個地圖 你找到嗎? 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形容出來 米吉多 耶斯列在這裏 米吉多在這裏 米吉多厲害 這個位置 由米吉多開始向西北方向 斜向左下角的方向 是一條的山脈 整座是一條山 米吉多的前面是平原 在山的另一邊也是平原 先介紹一下這幾個地方 首先就是在大家看著地圖下的海 沿著海一帶的平原 就叫做沙倫平原 我們很熟悉的沙倫玫瑰 就是來自這個地方 以色列的特拉維夫 沙倫平原 因為古代的貿易路線 你看到現在紅色的線 就是一些古代的貿易通道 古代的圖片的右下角 就是埃及這個地方 所以由埃及去到圖的左上角 米索不達米亞的地方 便會沿著這兩條紅色線 去行走 就是它們主要的貿易通道 當你在沙倫平原一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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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 scored沒有路前面 為甚麼 因為有一座山 這座山的名叫做加密山 是Camel 我們經常以為加密山是一座山 於是不是的 加密山是一座山脈 這是一座很長的山脈 她現在沾出去海道那一塊 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海法 這一塊的山就是加密山 穿過加密山山脈有三條主要道路 而最容易走的路是經過米吉多 所以你看到米吉多有什麼不重要呢? 在古代的貿易社會裏面 其實就是守住在一個很重要 所有人都要必經的地方 在貿易和平太平的時候 你可以去到收稅 人家可以在這裡有不同的貿易進行 在打仗的時候這個位置就是很關鍵 守住主要的古代路口 所以米吉多在聖經時代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城市 整本《舊約聖經》裏面都出現不少次數 米吉多很多次 而在古代的文獻裏面 都曾經提及過這個城市 我們可以看看下一張地圖 介紹一下這個 你看到現在黃色這些 就是highlight的 就是穿過加密山脈 其實有三條路線 上中下路 三條路線裏面 另外兩條都比較險惡 就是難走一些 斜一些 穿過米吉多比較容易 在埃及有一個神廟 埃及王起的其中一個法老起的神廟 這個法老的名叫 Tut Moses第三 Tut Moses第三 你記得我們說過 埃及文的墨西 Mo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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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兒子 Tut 其實是一個神名 Tut 這個神是一種 她是一種嘴很長的鳥女 大嘴鳥 她是在水中生活的 她是怎樣的呢? 英文叫Ibis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哎呀,我的英文太差了 這隻動物是這樣的 她的嘴很長 因為喜歡吃水中的東西 刮進水中 埃及文看到她的動作 一枝很幼長的東西 點進水中 就是這隻 叫什麼? 豬奴雅科 豬奴雅 豬奴雅 中文這麼難 英文又不行 其實黑色頭 這隻是來自埃及地 沒錯 黑頭白身 這隻 有名字 鷹霧 不要自暴其短 古代的埃及文看到這個動作 就覺得好像文士去抄寫 即是剛才那些蒲草卷 就是文士去寫的 他們就要拿一支筆 點進墨水中 點完之後就寫字 這個動作就像小鳥 在那裡點嘴在水中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神明 名叫Tut 就是剛才那個Tut 其實是文士之神 文士就是懂寫字的人 在古代的社會 就是有地位的人 上流社會等等 這個皇帝的名字叫Tut Moses 第三就是Tut 這個神明的兒子 即是他的名字 就告訴你 他是有這樣的地位 他就在他的神廟裡 很棒 他的穆乃伊 這麼英俊 鵬牙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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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挺漂亮 鵬牙減 OK 他是第幾皇朝 二十十 十幾 十幾 十六 十六還是十 十六十八 好 這個Tut Moses 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就是他就記錄了自己曾經的一場戰事 一場打仗 是現存我們世界上最古老的 一個很詳盡的戰爭紀錄 嗯 嗯 有一點很有趣 我覺得看完之後 好像看那些三國演義的打仗 那些故事 這個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Tut Moses 想和客人去打仗 嗯 十八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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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準備向北面的時候 要經過加南地 這裏 但是因為 加南地有個城市 就是米多 守住了很重要的位置 當時的加南人就在那裏 他就準備要打這個加南城市 他就在這個阿菲克這個地方 你看到現在圖裡 藍色四方形的地方 就是他在這裏開會 他的軍隊就在這裏聚集 然後他就叫他們的將軍來問他們 我們應該用走哪條路線去攻打 這個 肩膀有花的全部進行 沒錯 肩膀有花的全部進行 然後就開會 那些將軍全部都跟他說 要是走南邊 要是走北邊的路 另外那兩條路線 因為那些路比較寬 以前埃及就用馬車 戰車 他就說我們的戰車都會比較容易穿過 而他們這兩樣 即是他們的將軍的看法 亦都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加南人都看得出這件事 所以加南人一早就猜到 你們那些埃及人來的時候 當然會走這兩條路線 因為你們需要平坦一點 闊一點的路 所以他們就已經 那些軍隊 主要主力的軍隊 就離開了這兩部分的地方 就去了 米吉多左右兩邊 另外兩個城市 叫做橙色方格 就是加南人的 加南的守護 米吉多的軍隊 住宅的地方 但是這個特摩斯斯 最後就說 不要了 我們還是走回中間這條路 雖然窄一點 去到有一部分 甚至乎士兵要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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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過 只是夠這麼多的空間 但是果然 當他穿過去到米吉多的時候 米吉多就沒有人在守住 基本上 他就攻 然後 當加南的軍隊收到消息 再回來米吉多的時候 也不夠他們打 即是不夠埃及人打 當時埃及就打贏了 當時還沒進城 還沒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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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的士兵 原本應該 成勝追擊 當然是一次過攻城 就完成了 但是那些士兵 只顧著搶東西 打贏了人家的死了 那麼有把劍 他們每個人都走去拿刀刀劍劍 去搶掠 那樣 忘記了還要打一個城市 但是在他們想著搶東西的時間 米吉多的人就躲進去 可能又有另外的援兵又到 各樣 然後就關了城門 結果阿托莫斯斯第三 就要用圍城的方式去攻 攻了九個月 才能攻入米吉多 那就是有這樣的故事 簡單來說 打就快手一點 就不要掛收拾東西 不要那麼貪心 不要那麼貪心 衣索預言的故事 記住不要那麼貪心 這個故事教訓大家 不要那麼貪心 見到東西就不要收拾 不然就浪費多九個月 九個月就兒子都生了 沒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很搞笑 全世界最古老的一場仗 就是跟米吉多這個地方有關 告訴我們 在古代 即是說 聖經 或者是舊約聖經的年代 這個城市的重要性在哪裡 到了新約的時期 這個城市的地位下降了 因為全部都變成羅馬帝國的範圍 所以它的地位相對沒有那麼重要 不過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在新約時期也很重要 我們等一下再說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 我們看看相片 不如讓大家看看 你去過 去過 很快地走過 現在去以色列的旅行團 我想十團有九團都會去米吉多 是必去的 對 都是一個重點的遺跡 對 我們眼前在看這個 是米吉多的城牆 對 如果大家看到圖後面 有樹林的地方 其實是屬於嘉蜜山 對 嘉蜜山的山腳 這個城門 望向著的方向 其實就是耶斯列谷 就是耶斯列平原的地方 對 我們眼前這個城門 是清銅器時期的 即是說 Tutmosis 就是剛剛埃及法老的年代的城門 對 有機會他攻陷的時候 當年在這裏衝進去 對 是的 米吉多今天是一個Tel 又是一個土幽 記得Tel為什麼 不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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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幽 不懂的在下面說 不懂的 你就是 我們 對 就是一個土幽 所以裏面有很多不同的層段的歷史 最新近的研究是說有20層 即是米吉多1 2 3 4 一直數到20 記得我們上一集說 Toy的時候 Toy是9 好像 很少 其實9 是的 米吉多有20 所以誇張 有很多加南時期 即是 亞伯拉罕以色亞國之前的 清銅器時期的遺跡都有在 剛才的城門是一個 大家現在眼前看到這些建築物也是 然後 在左邊有一些亭 有個梁亭 梁亭和另一邊有一些棕樹 梁亭和棕樹中間這個深坑 這裡有一個洞 是的 就是早期的考古 你記得我們說過 早期的考古的技術 或者理論還沒有那麼完善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一個切蛋糕的方式 這個坑就是他們當年切蛋糕的一塊 是一個大坑 但坑裡面又找到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看看 按一下 這個就是坑 中間你看到一個圓形的東西 看到嗎? 這個 你猜一下是什麼 這個一定是那些人在登台的時候用的 四面台 紅館 你站在中間唱歌 再不是噴水池 噴水池 噴水池 一定是表演的東西 都有些關係 和表演有些關係 也有些關係 Zoom近一點看看 這個圓形的結構 好 那是什麼呢 像什麼呢 像什麼呢 前面有一排樓梯走上的 一定是台了 還可以升降 古代人走上台做什麼呢 做什麼呢 很簡單 只是一件事 都是切蛋糕 不是切蛋糕 慶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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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 慶祝 慶祝生日 就不知道 切動物也都是很大機會 這是什麼呢 是一個祭壇 加南時期的 慶祭偶像的祭壇 在加密山腳 又在耶斯裂平原對開 一說偶像 大家很容易便想起 伊利亞的故事 當時在這裡住的人 可能會是經拜巴力等等 我記得我聽過教授說那一次 我跟朋友聊過 他是新紀元運動的人 新世紀福音的事情 他很相信那些事情 他就問有沒有一些人會走回古代信仰 我便想起一個故事 教授曾經說過 曾經來到米吉多有一群人懷疑他們想敬拜古時候的神明 在這個祭壇有些儀式進行 他們做完的事情是自殘的 我不知道教授那天有沒有看到這些 那群巴力的才知道 那群巴力的人可能要求降火又不同 多些事情做 他們純粹在鬥一圈 我不知道 跳舞 但好像都頗有人害怕 現在很有趣的 這個世界是什麽都有人拜 有些人 我知道是找回古代信仰來信 當真地信 我們好朋友說 傻了未好回 可能別人不同的宗教的人都覺得 我們基督徒都是找一些舊東西來信 你這樣說又變得好像很合理 對 反過來 如果他找一些新東西來信 可能更有趣 那也是 有的 也有新信 在那個巴哈廟也是 巴哈你也認識的 專家姐去過 巴哈你也認識 好了 說完祭壇 我們在米吉多其實最好是什麽呢 是風景 即是向外面看 這個耶斯列平原可以單眼佬看老婆 知不知是什麽意思 單眼佬看老婆即是什麽意思 即是一眼看完 這樣就可以一眼看完 我不喜歡單眼看 沒有立體感 這個節目突然轉了在一個不太好的方向 我們都是set not for children 不是給小朋友 眼前這個平原就是我們大家很認識的耶斯列谷 我們站在米吉多那邊 米吉多這一邊就是加密山 然後在我們前面就是以前的一些二法年的山地 就是在前面 有幾座山很容易認識的 第一個就是圖片的左手邊 你看到一個圓枯urst就像個龜殼一樣的山 對 這座山很出名的 也就是善 是他博山 M ridge 有傳統說耶穌登山變象在這座山上進行 山上有一間教堂叫登山變象堂 在他博山和旁邊的山中間的平原谷 一路向前走就會到加利利湖 現在你蹲著這座山 這座山的名字是前面的村屋 現在的位置就是隱多爾 隱多爾你認識的 隱多爾最有名的女巫 隱多爾女巫 隱多爾你認識的 隱多爾女巫最有名的 當然是招鬼 招了薩姆爾上來 厲害 蘇羅這個皇帝 打仗不知怎麽算的時候 就去隱多爾找了女巫 就說他想找薩姆爾 就招了薩姆爾上來 薩姆爾上來罵他 大概在這個地方發生的 然後在這座山和圖片的 右手邊的盡頭 中間這裏就是另一個山谷 其實也是耶斯列谷的延伸 但耶斯列谷去到那個位置後 就改了名叫哈律谷 哈律谷 因為在那個谷中最有名的地標 就是哈律泉 Springs of Harod 哈律泉 哈律泉可能大家也有聽過 有另一宗很有名的 舊約的聖經故事在這裏發生的 記得嗎 不記得 是什麽事 不記得就是有三百個戰士 在這裏喝水 那我就記得了 Gideon 和那三百個 那個最有名的就是 那場仗勁 在山上衝下來大喊 只有三百個人 但是大喊 旁邊就以為有很多人 然後就自己自己自己 那些迷癲人已經自亂陣 結果就 我想中間有很多人踩人 自己對陷自己 結果就 三百人都可以打零 一大堆 就是拋自決 是不是 拋 如果我幫一間公司設計猴堂 我就會幫他改名叫哈律猴堂 三百個人都嚇死你了 猴堂 夠大聲 好像還拿著火把 還有什麼 還有吹號角 火把和號角 好像是差不多 我不記得了 這個真的 就是在這裏發生的 哈律 哈律谷一直再向前 就會跟另一個山谷 融合在一起 這個山谷就是 這個 若彈河谷 所以在哈律谷和若彈河谷 摺陽的位置就是白善這個古城 白善 如果我們跳回地圖 跳回地圖 可以輕輕指示給大家看 上一張 上一張 白善 白善在哪裏 白善在這裏 白善在這裏 白善 白善在大片平原上 就是椰斯烈谷 尹多爾 看到尹多爾 是哪裏 沿多爾 上邊 尹多爾 剛才我們說過 他博山和尹多爾 中間的村 是經常去加利利湖 基利利湖 所以 米加多其實很棒 像聖地地理 你站在米吉多看 全都很清楚在眼前 因為看得很遠 很闊 你這張地圖很厲害 看到這裡是下鎖 米吉多 還有基色 剛剛有三個有關係的情況 我們之前有講過基色 有講過基色 沒有講過下鎖 下次可以講下鎖 下鎖我真的要靠你 我上次去不到 很可惜 遺憾 大家如果記得我們講基色的時候 我們有提過基色有一個城門 這個城門很有名 就是所羅門式的城門 因為在下鎖 基色和米吉多這三個地方 考古學家都找到同樣的城門 暫時還有很多學者都認同 和聖經描述所羅門的城門是一樣的 當然有其他學者會有其他看法 我們可以回到米吉多 還有什麼照片看看 這個吧 這個比較寬一點 可以看完整個局面 不過因為以色列的山 跟我們香港 香港有時人說山 你就會想起獅子山 以色列的山 和鳳凰山 很斜很明顯 很容易看 以色列的山 全部都是我們英文的Rolling Hills 即是山丘 所以沒有那麼清晰 沒有那麼明顯 但這裡都勉強看到的 就是這個哈律谷 哈律谷在這裡 然後左邊的山 其實已經是薩瑪利亞山地 是薩瑪利亞山區 一邊延伸 一邊向南邊 一邊下去 由薩瑪利亞山區 慢慢變成由大山區 這是同一塊山 我記得可以看到拿薩勒嗎 向另一邊 右邊 左邊 向左邊就看到拿薩勒 肯勉強 ecological看 2邊 美吉多 還有什麼看 可愛從還是也是出來看看 有什麼東西做 你看剛才的照片 這是這塊衣 intent 這牆衫 落水洞 這個洞是一個水的設施 美吉多也沒有天然水源 每一個洞 就是這個水船 一個方便有天然水源水源 許可望 一直有一條樓梯走到下面打水 現在我們遊客是可以走下去米格多 很搞笑,這裏是走的時候每個遊客都走過這裏 走去看水的設施,出來就是旅遊班停車的位置 然後上車走人 好像我有張照片在裏面 這個啊? 對,這個就是裏面的狀況 有片看,讓我找出來 你繼續說一下 這個水的設施,到現在還有水 不過曾經有學者會說 因為米格多在公元前三百年的時候 開始在土丘上沒有人居住的痕跡 即是說這裏的考古歷史 由青銅器時期一直到主前三百希臘時期 剛剛在亞歷山大之前 就沒有人居住了 他們的說法估計 可能跟這裏的水源有關 可能水源乾了 即是沒有再有水流出來 沒辦法再有人在這裏居住 厲害啊,你們走下去的時候 走下去的時候 好厲害啊 又可以拿到機,又可以 這麼近 又可以拿到機,又可以走到樓梯 很危險啊 這裏就走下去,走下去那一瞬間 然後就整班團友這樣共進去 很開心啊 很開心啊 不過很多人 塞車了 塞車了 都沒有進去這個位置 對 然後轉頭就真的下去了 這裏就進去裡面了 現在你看到這些石屎建築就是現代的 是 他落到下面已經鋪好了 被人去走 但也挺有趣的 一邊走下去的時候 可以想像 古代人可能隔兩天就要走下去打水 是呀 怎麼搞呢 他們打水不是這麼簡單的 是呀 逗上來的 是呀 現在就說有這些石屎 以前也不知道什麼 以前有奴隸 現在我們是奴隸 現在沒有奴隸 差一點 是不是應該恢復奴隸制 恢復奴隸制度 這裏就已經是出去了 在這裏入口 這裏入口 為何你去的時候 那條樓梯跟我去的時候 那個樓梯是 好像有一點不同 你是多少年前 我是19年 你看他人這麼小顆而已 是呀 不知道是他小顆而已 不是呀 這個弟兄也很大份 好似 都是這條來的 都是這個位置來的 不同角度而已 不同角度 你剛才那張也是這樣的 不過你那張比較漂亮 我知道 你才是高手 你是專家 有什麼分別 就是拍一堆石屎 就不同了 有些人硬要說自己拍的比較好 超漂亮 我上次拍的還可以拍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這個呢 這個厲害 是什麼來的呢 專家介紹一下 這個大咕嚨 肯定是外星人做的 大咕嚨是什麼呢 大咕嚨是一個谷倉 一個樑倉 儲糧的地方 他們叫做沙爐 有兩條樓梯走下去 你看到左右兩邊 走下去將一些墨子 各樣的農產 可以乾的儲存的農產 會放在這裏 嘩 都挺有趣的 不過其實都是古的 其實靠國家都是古的 因為不是很多其他例子 都有的 有幾個的 但都不是很確實的東西 其實這樣很有趣的 他把所有食物都放進去 永遠在底部就不新鮮 是啊 你只是拿面子的東西 所以吃到底部有兩層 層次的不開心 第一就是沒有糧 第二就是很難吃 炭化了底部 炭化了 已經扎到扁了 哈哈哈哈 是啊 很有趣的 所以我沒有很仔細地研究 看過這方面的文章 不過他們這樣說 我們就敢相信 還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這個厲害的 是不是叫做馬槽 馬槽 即是吃東西的位置 吃東西和喝水 動物的吃東西和喝水的設施 很有趣的 在米吉多就有一些 大型的儲存空間 早期的考國家來到這裡的時候 就說這些是馬房 所羅門的馬房 所以你去到 今天去到米吉多的牌子 都是這樣寫的 所羅門的馬房 有些水槽的設施 會不會是用來給動物去喝水 現在學者的說法 偏向他們的設施 儲存東西的位置 不一定是有動物有關的 眼前這個東西 跟餵動物絕對是有連繫的 我記得他在現場還有 他製造一隻小馬的 鐵線圈 馬型 在馬槽旁邊 不錯 給你一點概念 這隻馬是怎樣的 挺有趣的 有些小朋友 這些更有趣 坐在街邊 很開心 去考古遺跡坐在石頭 開心的 真的開心 米吉多也挺有趣的 還有一段影片是入城的 先看看 分享給大家看看 這是青銅器時期的城門 當時就是這樣 走進去 整班團友 有肥叔叔 不要咬 旁邊還有一個牌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厲害 這個真的要專家介紹一下 叫做 Restoration Line 什麼叫做修復線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考古學家 他們掘到的時候 很多時候的遺跡 都不會 保存得 不太好的時候 只是可能 只有一兩行的石頭 但是他們為了想讓參觀 來看的人 有些更清楚 古代的時候 狀況的概念 他們就會在 原本考古掘到的東西上面 去復修 他就告訴你這條線以上的東西 就是我們考古學家 我們加進去的 但是這條線以下的東西 就是原本考古的時候 找到的狀態 當然它上面的部分 都不是亂弄的 他們都是按照下面的石的鋪排 設計 去做出來 會不會有些是 其實他在附近撿回那塊石頭 他估計是放在這個位置 很大機會也是 因為現在眼見都 其實都很像 這兩塊石頭的感覺都是 朋友來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有這樣的線 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裏有兩樣東西 它那條 所謂的restoration line 其實就是那一塊石屎的線紋 你看到有一條石屎的線紋 這一條就是那條修復線 下面那塊木是什麼來的呢 那塊木就是 按照考古學家的研究 在這裏掘的時候 他發現他們建的牆 中間會洩木在那裏 為什麼要洩木在那裏 讓你猜一下 那些什麼冷縮熱漲的那裏 都有一點點關係的 還是去水那裏 去水也OK 還有呢 還有是什麼呢 木是怎樣的 木有什麼特質呢 跟石屎對比 軟一點 軟一點 有點油韌性 所以學者會估計 因為知道這一帶地區在古代的時候 都是地震 很厲害的 所以 塞木在建築物上 可以吸收了震動 沒有那麼容易塌 所以有這麼正的做法 這個很聰明 很厲害 幾千年前已經想到有防地震的 防震技術來的 原來是 好像這兩邊都有 這個城門 有啊 我記得有的 看一邊看來就知道 另一邊有 對兩邊都有的 相片是不是都看得了 相片都看了 可以按個3D圖給大家看 3D圖很棒 我先介紹一下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叫做 Jezereo Valley Regional Project 是椰斯列谷地區的考股 它不只是掘米吉多 是特拉維夫大學的 就是米吉多一帶地區的不同的考股遺跡 他們都會收集資料 不過主要都是米吉多的 他們的研究都比較前 我覺得在考股學界裡面 他們是走得比較前一點 所以他們會融合多些科技 各樣的東西 主要負責的考國家這三位 Israel Fingelstein 這個在以色列名氣都很重的 一位考國家 最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看法跟大部分人都不同 有一點叫做眾人皆罪 我讀醒的狀態 他最有趣的是什麼 他的名字叫Israel Fingelstein 以色列 他的名字叫Israel Fingelstein 但是在他的考股研究裡面 他是不認同以色列人 是一個從埃及地離開的民族 進入加南地 他不認同的 他認為他們是加南人來的 加南人變不出來的 變出來 他們是在加南的內亂 內亂的起義 Revote的情況下 去到崛起的一個民族 他們就取代了加南人 他的說法是這樣 他有很多他的原因 但我不太認同 但是他是一個很有名的學者 他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 叫做The Bible on Earth 即是聖經出土 然後Michael J. Adams 是美國的學者 後面Mario Martin 也是美國的學者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還是在芝加哥大學 還是另一間學院 不記得了 有沒有說呢 我只知道有德拉維富大學 他剛才是這樣寫的 不要緊 他的網站有什麼好呢 就是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叫做立體重構的 不是重構的 是立體的模特兒 即是3D模特兒 你可以看到他的遺跡狀態 我們按一個來看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些了 這些就是3D模特兒 那怎樣做的呢 其實就是用無人機拍了很多照片 從不同的角度不斷地拍照 然後放在電腦上 現在電腦就用很長時間 就可以幫他砌整個圖出來 我們有什麼好處 就是可以現在這樣 我們可以放在這裏 可以弄個篩子 直接在這裏 我意思是動動它 可以動動 只有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剛才穿過入城 大家穿過這裏 你已經有把團友走進去 這個就是青銅器時期的城門 在青銅器時期的城門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所羅門式的城門 在兩個不同年代 大家相差了 可能四五百年的時候 在所羅門的時期 他就建了一個新的城門 就是上面這個 這個就是Triple Chamber 你看到有三個空間 一個兩個 這些3D立體模特兒 很厲害 有些角度連考古學家現場都沒辦法看到 即是怎樣 即是這樣 哈哈哈哈 這個是底部來的 底部也能看到 你明白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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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過了 入了座山裏面 你可不可以zoom進去座山裏面 zoom進去 不是說笑 zoom到這麼近 穿過了 但也很近 也很近 真的厲害 比起還可以轉角度 對啦 嘩 看不看到這塊牌 又穿了地底的角度 想看這塊牌 看不到 嘩 嘩 差一點 差一點 嘩 厲害 算好了 都看到是立體的 厲害 看到立體的 垃圾桶 垃圾桶 垃圾桶也看到 厲害 好像真的置身其中 這個位置 對啦 嘩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想跟Google Street View Google Maps的街景 實時街景都差不多 對啦 好玩好玩 咦它還有很多功能 咦 戴眼鏡 VR也有得玩 可以戴眼鏡 是否有不同的層段 它可以 Orbit是什麼意思 咦 可以 First Person 例如耶路撒冷城 也有這樣的模特兒 嘩 這樣就厲害 嘩 這樣真的很厲害 又是那句 弄完這些就不用去 是啊 這樣就不會這麼說 不同的 站的位置不同 看不到風景 是啊 是啊 米吉多 有幾個學者 都跟米吉多 他的考古 學術研究 都很有聯繫 不是每個人都很像 Israel Fingelstein 有些都好人 我介紹一下一個 我自己都很喜歡這位 學者 他叫做Eric Klein Eric Klein 是美國的 我忘記是哪間學院 但他寫了幾本書 其中一本就是 Tree stones make a wall 三塊石頭的一棵牆 很有詩意 挺有趣 為什麼這麼說 其實他打開之後 裡面有一首詩 他的詩就是 一塊石就是一塊石 兩塊石就是一條直線 兩塊石就是有一點值得我們去留意的東西 三塊石頭一起一條直線 就是一棵古代的牆 然後四塊石就是怎樣怎樣 五塊石在那裡數下去 然後數到七塊石 就會說是外星人起的 其實他那首詩裡面 濃縮了考古學 或者世間的人 對於考古學的一些看法 以前經常都會有這些情況 就是這些建築物太厲害了 沒有可能是古代人起的 一定是外星人起的 我想他那首詩就是想說這件事 現在的人都覺得是 是的 有些人還認為這次大學是外星人起的 一定是 適逆人 適逆人 在博物館的時候 我想知道 那不是我說的那次 那次是何老師 馬上戴頭盔 不要我們找習近說這些趣事算 是的 你跟那些接觸的參觀者也有很多很有趣的 其他節目也有很多有趣的看法 那些交流 先回到這裏 Eric Klein說考古的故事 即是說很多不同地方的考古學家 他們在挖掘地點的故事 譬如我們上一集說的Troy 他也有討論Troy的考古故事 因為他自己是掘米吉多 他有十年的時間在米吉多這裏考古 所以他也有一個很大的 chapter 在講米吉多 後來他近2020年出了一本 這本就只講米吉多的書 那就是他叫做 好像叫做 《的經阿米吉多》 是的 好像是 《的經阿米吉多》 這本書有問題 這位就是Eric Klein 他還未死的 還未死的 還未見在的 但不知道為何用了白相 可能有些古代的氣氛 《的經阿米吉多》 這本是新書 2020年 這張好一點 有顏色 他的故事是講米吉多 但他本書的主題是叫做 《阿米吉多》 為何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很多學者都會認為 米吉多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啟示16章16節 講到哈米吉多頓 這個地方 在哈米吉多頓 這個平原上會有一場大戰 就是最後的戰役 他們為何有這樣的說法 因為在希伯來文 Har H-A-R 這個字就是山的意思 後面這個 米吉多 所以他們就叫做哈米吉多 米吉多山 經歷了連日之後 他們有一個叫做corruption 就是那個字 可能有人不見到那個字 沒有說笑 就變成哈米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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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畫了一個椅子 有很多 基本上你看所有的 聖經的註息書 都會這樣說 大部分 九成九成九的 舊約聖經的學者都會這樣說 除了一個人 我認識的 就反對這件事 那個教授 羅之例 Steve Notley教授 教授就不認同 他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整本《舊約聖經》 從來都沒有稱過米吉多這個地方 為米吉多山 即是沒有人用過這個 Hard Megiddo 去形容這個地方 米吉多就是米吉多 沒有人稱這裡為米吉多山 沒有理由去到新約 突然爆了石頭 爆了一個名字出來 因為他的研究是 在看舊約去到新約時期 一些地方 一些概念 一些宗教的看法 一些聖經應用的改變 即是他研究轉變 甚至乎地名也是 是的 地名也是 所以他就說 沒有理由有過這樣的轉變 因為完全沒有前面沒有例子 他就說 遲些會寫文說 希望他寫到 到時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好 這個Eric Klein 雖然縱視如此 都是一本好書 他也是講考古的故事 講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美國的芝加哥大學 現在叫做Oriental Institute OI 東方研究院 就是在這裡的考古故事 他說這裡的考古故事 也有很多內人尋味的故事 他寫這本書 他特意拿了一年的假 去到東方學院的archive 找回他的資料出來看 一邊看的時候 他會說 原來很多內人尋味的 在考古發掘期間的故事 都很有趣 所以他本書 是梅花間足 一個 chapter 就講關於考古的故事 下一個 chapter 就講關於考古遺跡 發現到些什麼 然後下一個 chapter 又講考古故事 下一個 chapter 又講遺跡 也是一本值得看的書 我覺得挺有趣 又不是說太過學術 你當是一些很風趣的故事 趨勢 我看網上也有些 關於Eric Klein的訪問 其實在YouTube都會找到 他會親自說回 關於米吉多的考古是怎樣 那些都是有趣的 甚至乎有些片是 帶你走一次米吉多 即是現時今日的米吉多 是怎樣的呢 和你走一次 都會有這樣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YouTube 搜尋 海量 海量 因為都很普遍 一個怎樣遊客會去 剛才不是說過 米吉多在阿力山大之前 那個遺跡已經沒有人再居住了 最近這個 Jazeera Valley Regional Project的考古學家 主要是另一位 Matthew Adams 在他們的研究下 他們發現到 原來 遺跡 他們在聚居的地方搬了 並不是在那個 椅子上 而是搬了去 耶斯列平原下面的一個地方 他們在這裏 在一塊農地中間 有一些考古的遺跡 他們發現到 然後推論到原來 原來 一世紀 二世紀初的時候 羅馬的皇帝 將 羅馬的第六類 羅馬的第六類 他就住在這裏 他很有趣 所以這個學者發表他的故事的時候 他就說 為什麼約翰在啟示錄中 約翰要說 在哈米吉多頓平原 要打仗 你想不想到 為什麼他這樣說 他有什麼原因 約翰 什麼原因 這個學者 他們在 米吉多山下 找到羅馬軍營的遺跡 他就會問 有什麼原因 令到 啟示錄 約翰要說 最後那場戰爭 要在這個地方打 因為要打回第六類 是的 他的推論就是這樣 他的說法就是 當時的基督徒 就明白羅馬的帝國 對於他們的迫害很大 如果 尼賽亞回來的時候 要打贏這一場的仗 首先要處理 就是住宅在 米吉多附近的第六類 所以 在這裏打 那 羅教授 聽完這個 之後 他的說法是 他想令到自己重要一點 所以他這樣說 很多羅馬軍營都在不同地方發掘到 第一 首先 你這個第六類在這裏 第十類在耶路撒冷 那是否來的 魯興 是否來的 魯興 不知道 所以 很多這些說法 但也有趣 因為在以色列 他們是一個 Active 你現在正在推銷 2023年 叫你去參與 他們的考古 所以 是一個Active 還有考古 挖掘著 羅馬軍營的遺跡 所以 也是有趣的 另一樣很有趣 在米吉多 那就是 在米吉多的監獄 我們有沒有說過這件事 以前 好像 沒有 我們自己閒探 有說過 糟糕 我不記得是提過 還是說過 都不要緊 可以說 現在說 當有 米吉多監獄 米吉多這裏 在那個考古遺跡 隔離 有一座監獄 就是這個高設防監獄 是困那些恐怖分子 即是 在以色列 譬如 他可能懷疑 他拆動 恐怖襲擊 或者抓到 他曾經傷過人 等等 就會把他 進入高設防監獄 那裏 但這個高設防監獄 又曾經 好像差不多 30年前 就想擴建 想多建 的時候 你知道 以色列 都要考古學家 來掘一掘 看看下面有沒有遺跡 才可以繼續建 結果 在監獄中 找到什麼呢 就是找到一個拜占庭時期的教堂 但這間教堂是很早期的 是三世紀初的 即是公元二百年尾的時候來的 當時是否正式 即是基督教都還未叫做國教 但這裏已經有一間很早期的教堂 而這間教堂的地下 就有一個馬賽克 我相信這張照片是擺姿勢拍攝的 不是真的正式拍攝的 那麼乾淨 你看那把掃是完全沒有泥的 不知道怎樣可以做到的 你不懂得用而已 對 好像你不懂得用掃把 好像你不懂得用掃把 厲害 這個 然後 看上去 他有一個學者的名字 這位考國家是拜占庭的冥文專家 這個真的是專家 我們在El Arach找到的冥文 都是由他去破解解讀的 他看到些什麼呢 他說這裏提到 紀念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還有神的字 在這個冥文中 全世界在以色列最早 將基督和神等同的一個名文 是厲害的 Theos Kristos 如果我們看看 你試一下 我好像有發了一條連結給你 在Google 去搜尋這個馬賽克 這個 對 這個 在這裏看到 在尾爾行 Theos 這個應該就是神的名字 有一條黑線在上面 旁邊的就是Kristos 我猜一下 右邊的就是基督的名字 這個就是馬賽克 在監獄裡面 暫時沒有人進去看 除非你做恐怖分子 除非你殺了人 除非你在以色列犯案 你要做夠惡才能進去 沒錯 你偷東西 打爛東西都未必能進入監獄 你要是恐怖分子級 但是又不可以 恐怖分子很尷尬 恐怖分子 你行空的時候 警察有權即時 將你擊斃 是恐怖分子 但你又要做到 不要被人即時擊斃 又要被人踏倒 就能運到你剛好進入監獄 這樣就可以看了 所以到最後都是若主願意 若主願意 那不是的 沒那麼慘 不過 無論如何 我們都說了十年 那是什麼呢 就是有說法 將監獄慢慢去到 不再用 其實已經起了一個新的 將那些囚友慢慢搬走的時候 這個監獄的範圍 會改建成一個孝古公園 就可以讓遊客去看到這個 很厲害 其實跟基督教有很強連繫的 一個馬賽克 可以進去看 這兩樣東西 就關於米吉多 所以我們想想 米吉多附近一大地區 可以由 祖清同氣時期 公元前1400 1500年的時候 一路去到 所羅門的時期 以色列人在加南地的時候 一路再去到 羅馬的時期 到現在 拜占庭 或者當時都未叫拜占庭 公元三世紀初 二世紀三世紀初 所以都還在晚羅馬時期 有些文物遺跡 都可以在這裏看到 所以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但是 在舊約時代就更重要 在新約時期 他的地位就相對地 不是太過重要 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漂亮 立即想進去監獄 你看到那些籌有多開心 是不是 又可以考古 好像也不是很可憐 哈哈哈哈 怎麼可以拍到才厲害 那些麻菜蝦很漂亮 很漂亮的 很大 應該要打架仔 不是只有getteamage 這麼厲害 嘩 這麼多料 這個是不是 這是加沙來的 這個不是 加沙 這個未必是 這個未必是 米吉多監獄 其實這個點 之前都聽說過 但是就 都真的好像你說 都說了這麼多年 都還未有得去看 還未有得進去 是啊 沒有啊 以色列這些東西 是動得很慢的 是啊 是啊 所以說 去以色列呢 就 去得就去啦 看得就看 對 很可憐 你說完 哈哈 臨死之前 怎麼也要去一次啊 哈哈 這個真的 如果你 死也去不了 那就 有些損失啊 也會的 尤其是 作為基督徒 就是 嗯 我想 人生裡面 怎麼都 怎麼都要去一次 對 站在實地那裡 去看聖經 你發覺你本 你本聖經 再不是一本平面的書 是一個立體 就是 跟這個世界有關的 是啊 你講開這件事 剛剛 以色列團他們的朋友 回香港 過一個星期左右 那 之前 就 很八卦地去問一下 有些團友 他們也是第一次去以色列 我問他們 你們最深印象 是有什麼感覺呢 我很籠統地說 他們會說 在聖經裡面 你看不到距離 聖經裡面 感受不到溫度 聖經裡面 沒有那種氣味 但是 你完完全全 你在以色列 你是 你會感受到 剛才我所說的 以上的東西 譬如你不知道 那個距離感是怎樣 你在現場 就看到 原來 當時耶穌走的路 是有這麼多 或者是有這麼近的 然後 原來你現場 你會聞到一些 這樣的味道 或者你現場 感受到那個氣溫 這些全部都是 就是 就這樣看一個平面的聖經 是沒有辦法去感受得到的 但是當你去過一次 你就會發現 原來 有很多東西不言而語 很多東西是 直接用天氣告訴你 原來聖經為什麼這樣說 或者直接用那個距離 告訴你 為什麼當時 門徒會這樣做 就好像你所說 那種立體感是 是很澎湃的 是 所以 為什麼我們去完 又再去 就是很 很吸引 那樣東西 當你不斷 讀聖經的時候 你會發覺 嘩 讀到那個地方 你就會很想去 去看看那裡是怎樣的 就算 譬如現在這樣去不到 都會上網去找一下那個地方 在地圖上 看看它在什麼位置 怎樣影響我們 對於故事的明白等等 是 對 看一下 很重要 對 阿Walker 好 今天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對 差不多了 又搞到你很晚了 每次都是這樣 OK 12點 鬆一點 都OK 都很晚了 希望快點見回來 對 五月底 五月底 會回香港 對 五月底回來的時候 就不用這樣隔空做直播 可以Live錄 有時候都挺慘的 我們希望大家都是那句 建亮 我們有時候的延遲 我們都希望No more 但有時候真的沒辦法 再加上這個博物館的網絡 今天又很差 很有閒 有閒公司 希望大家建亮 我們所有都是盡力去做的 總之大家喜歡 就記得要like 要comment 要share 記得不要忘記 要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沒錯 因為很多大量大量 海量 都是海量的 很好的教學 除了節目部 可能差一點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非常之可愛 最愛我們 的影片 所以如果你聽到這裡 你還頂得順 歡迎你去點我們的頻道 其他所有的影片 除了節目部 之外 哈哈 哈哈 不是的 都可以 對呀 余節 余節 希伯良文 祝余節快樂 就是Hak Sameach Hak Sameach 余余節 亦都是壽難節 假期後才會見大家 明年耶路撒冷 不是 今年耶路撒冷 其實 今年耶路撒冷 通常有太人會說明年耶路撒冷見 明年耶路撒冷見 明年耶路撒冷 我們今年耶路撒冷見 我們今年耶路撒冷見 看就看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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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